艺术天地 肖的人文情节 作者荣心 肖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当华夏祖先在和母的一声鼓哨吹响后 肖也开始了他漫长的时空之旅 从简单粗制的吹管 到制作精巧 发音准确的乐器 肖历经千年 见证着华夏文化的历史悠悠 声管狄肖琵琶针 江南丝竹中 肖的形制最简单 一根细长斑驳暗绿贩子的竹子 外表朴实 本色自然 通节砖孔后 成了一件简约的乐器 在中国古代 道家讲大象无形 大音息声 认为最丰富的就是最简单的 最有内涵的也是最简单的 这一点用来形容肖 最恰当不过了 肖的构造简单 但是音色醇厚深沉 柔柔和顺 乐音体系完整 可谓大凡若减 更妙的是 当演奏者十指倾寇 朱唇微奇 天籁般音韵飘然而出 闻者繁心顿霄 万绿尽事 肃然微作 漠然相赏 如醍醐灌顶一般 难怪诗人感叹 链鹿以词 乌雀竹 销声游绕 凤凰台 霄又有凤霄的美誉 李白在诗作中赞誉 笛奏龙饮水 肖鸣凤下空 将笛和肖 与象征华夏文明的图腾 龙和凤联系了起来 动人的音色 和高雅的神韵 以及独特的文化韵味 肖身为文人默克喜爱 和欧歌引勇 自古至今 肖与文人就有一种 难以割舍的情怀 因而 销声也被誉为文人的歌喉 慎独自修 忠树宽容 至成尽兴的 是中国古代文人 奉行的中庸之道 天人合一 是道家的宇宙观 儒道文化 是中国的本土文化 也缔造了华夏文人的 修为准则 而销所体现的内涵 与其非常契合 销才乃竹 竹乃君子 贤才也 亦与气节高亮 这一点是中国古人 所推崇的 销因温润含蓄 高低适中 与人生相仿 适合吟师伴赫 同时 吹销所需之外松内紧 中庸平和的气息控制 含蓄运界的分寸把握 与儒家修身养性的原则相吻合 正是因为销 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乐声 外枯而中高 似淡而实美的气质 发先浓于简骨 既致味与淡薄的理念 成就了销和中国文人的知己情怀 无怪乎中国古人们 希望通过静香吹销 达到天人感应 理气合中的修为境界 销因悠悠 荡敌情怀 愿销 这个古老的乐器 拥有更多的知己之音 愿我们能从博大深邃的 如道文化中 汲取灵感 反本归真 追求超越 感谢观看